也就是说大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好讲 就是说也不是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我知道怎么样 就是说你让台湾跟美国都认为 你是不想打的 以至于当然有人听了就会不高兴 但是这确实是实话 所以他就变成美国与台湾的 岛内的台独就肆无忌惮 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前段时间美国的四星上下 还提到2026年 2024年我们动手了 对对对什么24动手 25会讲26怎样 对一直讲各种的版本都有 一下27一下26一下25 一下24到底怎么样 对反正就是说 中美真的已经在战争的边缘 而且在这种情势之下 任何一丁点的小的冲突 就像是一战以前的萨拉勒窝事件一样 很可能一个小冲突点 就会引发了全面的大战 那看起来最容易会引起争端的中美之间如果要争端 还是在台湾嘛 还是在台湾嘛 还是在台湾 对 那这一次流量气球事件 像有人认为说 美国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所谓流量气球打下来 是因为美国一开始能力不够呢 还是国内经过一个考虑 到底要不要把他小敌大做 但是因为正争的结果 逼得最后美国政府一定要表现一下 拜登本来就不想要把他打下来了 你可以想想看 刚才我讲过三次发生在川普 第四次发生在拜登 刚刚要接任的时候 理论上要打下来 人家说打得最好吗 开门红啊更好吗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前面的四次都和平落幕 对 而这一次把他搞得这么大 就是因为 现在的情况又加上了 两个重要因素 一个是大选 大家都要选举 大家都在炒作 政党在恶斗 这一个 第二个就是中美之间的矛盾 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了 因为以前还有个俄罗斯平衡啊 美国不想与俄罗斯中国同事为敌啊 但是现在美国基本上已经把俄罗斯甩一边了 所以这时候中美之间的矛盾也达到了最高点 就这两个因素嘛 所以使得拜登在一个压力之下 在民间的舆论的压力 在国会的压力之下 他不能不这么做啊 他自己要选拟外 还包含了什么 还包含了 他为以他领导的民主党的议员也要选举啊 他为什么这次标的这么高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明年的连任是有危机 是受到挑战的 他所带领的民主党也面临了选举上沉重的压力 所以这时候在共和党的步步进逼之下 民主党也在标嘛 在两个党政党恶斗的情况之下 我才说台海确确实实 我们看到了台海的战争的风土 很可能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了 美国还是会发力 民进党也很寄望美国发力 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来炒作 他们认为所谓把台湾台湾排炒得越大 台海情势炒得越对立 对他们这些政客越有利 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看到整个发展 但是最近也有一些观察 认为说两岸出现回暖迹象 我不晓得老师怎么看 尤其是在大陆方面可以说还是高度期待 因为我们看在农历新年一开春 先有洪秀柱 还有国民党的一些名义代表到大陆去 那么现在最新是朱立伦也派了国民党的副主席 夏立妍到大陆去访问 今天和这个宋涛主任见面 那老师怎么来看待说 国民党现在开始表现出 好像希望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那很多人也觉得说 现在疫情防控措施两岸都松绑了 那是不是今年可能两岸就会春暖花开 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被迫也得要做出一些调整 那国民党过去朱立伦曾经讲过清美反共 那他所启用的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看到 国民党现任的发言人当中就有像 比如说一些青年军 过去马英九所培养的人 像林嘉兴 这些肖静岩 他们都是很标准的清美反共分子 那甚至都是直接说他们就是主张滑毒的 就是要推动所谓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独立成第二共和的 那如今国民党又希望说在两岸交流上好像还是要做点事 老师怎么来看待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 尤其像朱立伦他是认为中美两边可以都左右逢源回到马英九那样吗 好我们这样说 刚才由流浪气球事件 我看出来 美国不管是主动或被动 美国都有要挑衅 挑衅中国的强烈的意图存在 对 也就是说美国有意的把中美之间的矛盾 是升级到战争边缘 这是美国朝野两党都想要如此做 好 那可是就中国大陆而言呢 在台湾大家自己的看法 连我现在都有强烈这样的看法 美国很想打 而大陆不急的打 也就是因为大陆这个意图很可能被美国看穿了 所以美国觉得他不负劲逼最多只是到战争边缘嘛 又可以炒作 又不会真的引起战争 何乐而不为呢 对这个局面就是民进党得力最大了 又没有真的打到统一啊 就民进党的政府来说 那更好啊 对啊 如果能够在战争边缘游走 那既可以炒作抗中保台的民粹 保证他明年大选能够赢 能够让他截取利益 让台湾民众听话 好另外一方面又不会真的引发台海战争 所以也就是说大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好讲 就是说也不是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我知道怎么样 就是说你让台湾跟美国都认为你是不想打的 以至于呢 当然有人听了就会不高兴 但是这确实是实话 所以他就变成美国与台湾的岛内的台独 就肆无忌惮 那国民党的看法如意算盘 朱立伦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会派他的副主席夏立炎 率传到大陆 也就是因为经过了三年多的疫情 台湾的经济很闷呢 又看到大陆经济开放以后 疫情结束开放以后 如井喷笑意 你看那个农历春节期间 大陆整个旅游的红利有多高 台湾很多业者看着流口水啊 就在想着什么 最好航点 台湾恢复到以前最高61个航点 大陆有61个跟台湾 10个航点 现在才4个 航班几乎没有了 台北松山飞 厦门的利隆的 的飞机 一个礼拜只剩两个航班 周一跟周三 剩两个航班而已 以前不是 以前是每天都有 还有一天两个航班的 现在没有了 在一天只剩下 一个礼拜剩下两个航班的 所以就台湾的业界来说 他们希望看得到 大陆的大土也吃得到 再加上 农历春节以后 洪秀柱去了一趟 金门县长陈福海去了一趟 清党主席吴晨点去了一趟 结果呢 53项被禁的产品开放解禁了 金门高粮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洪秀柱回来也很高兴 你们都说他是亲共啊 他说我亲共 但是我帮台湾人民带来解禁了 带来具体的好处啊 朱立伦看了不眼红吗 当然眼红啊 他就是了 红秀柱可以 为什么他不可以呢 红秀柱是前任的 而他朱立伦是现任的 还准备要去搅足这个 这个大卫 对 所以就让他看起来眼红啊 他一定得去啊 好 可是问题来了 朱立伦性格就是如此 他那个小算盘算得很精 他找黄介正 黄介正 他的国际事务部的主任黄介正 帮他安排美国的行程 然后找李嘉靖 以前的立委跟我 同期的立委李嘉靖 帮他处理日本的行程 美国日本朱立伦都是亲自挂帅 自己的 对 唯独大陆行程 他不敢自己去 他找夏立言替他去 李同志也就看出了 他表面上说他的路线 叫做亲美友日河中 或者叫河路 对不对 其实是纵美日 亲大陆很清楚了 就是大小眼 亲式的亲 亲式的亲就大小眼 对对美国日本的重视度 要远高于这大陆的重视度 所以国民党的心里 从这个唯妙处就看出来了 国民党其实也不希望统一的 这也是朱立伦只谈和平不谈统一 但是朱立伦又很想跟民进党做趋隔 凸显国民党在两岸问题上面的优势 而且不想让洪秀柱超前 想再利用国民党的这一块百年老招牌 能够建立更多的工业 然后创下更多 让大陆有对台湾有更多的烂利 打个比方 如果他这一趟加利言一去 回来的时候大陆的航点有四个 马上增加到20个 哇那朱立伦就可以拿来吹啦 就如果马一九每次都吹 他执政以后啊 台湾免签证的国家有多少个 一百多个啊对不对 朱立伦一定会拿这个出来吹嘛 而这一个不但增加了朱立伦争取 2024年明年大选的 那个门票的这个把握性 他的筹码增加了 而且也让他凸显 他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 而他跟美国关系又好 透过李佳金若搭上日本的关系 他认为他才是比郭台铭 比侯勇宜更好的人选嘛